好的同学们 欢迎大家来到好多课APP 来到团队管理能力训练营 我们今天呢是整个训练营的第二次直播课 我们这个直播课呢 是用来做作业点评和问题答疑的 它所针对的主题是 一切管理都要围绕目标展开 咱们前天呢是一堂直播课 然后呢昨天是练习 昨天是练习 然后今天呢是整个的这个答疑 所以呢希望大家有这样的一个考虑 有这样的清楚的知道哈 我们现在开始进入今天的课程 咱们照例呢每次做答疑的时候 第二次直播课都会把上一堂课的重点回顾一下 同学们准备好了吧 我们现在开始回顾上一节课的重点啊 咱们先看第一个问题 上一节课我们讲到了 如何理解管理 到底什么是管理 特别特别重要 我们来看一个概念哈 本质上管理就是决定做什么 以及谁来做的过程 大家看一下这个概念 特别重要 管理就是决定做什么 以及谁来做的过程 这个里边背后它隐藏的是什么呢 隐藏的是管理首先要把事想清楚 然后再安排人去做事 听到了吗 管理首先是要把事想清楚 就是你决定要做什么 想清楚 然后再去安排谁来做这件事 那我们日常管理有的时候经常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事儿没想明白 或者事儿没说明白 就着急让人去做了 这个是最可怕的 这个也是最影响我们效率和效益的 所以呢 我们上一节课我们专门讲了这么一张图 咱们一起再回顾一下 领导的目标要求就是 你作为领导 你对员工有什么目标要求 你要想清楚 这就是你要决定自己要做什么 想清楚 然后员工在执行的过程中才会产生成果 你的要求越具体越清楚 员工的执行效果越好 所以这个是我们上一节课 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开篇的知识点 希望大家能明白 那我在这儿要跟大家再讲一点知识 管理和领导力是完全不同的两种能力 大家记下来管理和领导力是完全不同的两种能力 管理是针对事 针对资源 针对目标的领导力 主要针对人 人呢是很难被管的 但人是可以被激发出来的 可以被调动出来的 如果你一直希望管一个人 压抑一个人 最终这个人会离开你 所以领导者为什么叫领导 领导主要是引领和指导 引领和指导 不是管 不是控 这个意思 所以大家明白吗 在学管理课的时候 不要弄混了 以为自己在学领导力 不是的 领导力只针对人 管理呢 是既对事又对人 首先对事再对人 然后我们讲了 在目标管理上最普遍的三种问题 第一种问题是目标不清楚 就是你没说清楚不具体 第二种问题呢 是目标无效 目标无效这一块 我们经常是把手段和过程当成了目标 比如说 你跟员工讲哈 今天下班之前要写一份周报 这个呢 就叫手段 写周报叫手段 员工并不知道周报要具体写什么 周报里边什么内容最重要 这才是关键 所以呢 写周报是手段 周报要写什么 那才是员工真正的目标 大家能清楚了吗 不要把形式和手段给搞混了 那我们一起呢 也去做一个小配合啊 同学们 我每讲一个知识点 或者我每回答一个问题 你一般的听懂了 或者有收获 或者有启发 或者基本上明确了 你可以点击一下鼓掌按钮 这样的话呢 我会比较清楚的知道大家的状态 这是一个我们互相之间的配合啊 因为每次都让你留言 其实也挺吃力的 我就看那个鼓掌的状态 我就能知道这一块要不要再快点讲 或者再慢点讲 好不好 OK 我们接着往下讲 说目标管理最普遍的问题 第三个问题是目标没有承诺 目标没有承诺就是 完成不完成都行 这一块呢 我跟大家讲一下 大部分企业 在这一块的问题 最突出的是 员工只有晋升和奖励的规则 没有胜任考核的规则 什么叫胜任考核呢 胜任考核就是 你至少要做到多少 才能留在这个岗位 才能留在这家公司 我们在这方面 是做的不好的 所以说呢 目标要有承诺 承诺的是下限 大家可以把这句话写下来 目标要有承诺 承诺的是下限 下限就是你最低要完成多少 这个能理解吧 所以目标承诺的就是 你在每一次接手的时候 一定要告诉这个员工 你至少要在什么时间之内 至少要完成多少量 这叫目标要有承诺 一旦完不成 就要怎么样 提前要有一个共识 特别怕的是什么呢 提前不说 最后反小长 最后跟员工算小账 这是比较讨厌的 所以我们讲啊 管理就是管下限 管理其实就是 让一个团队再差也差不到哪去 这就叫管理 我在开年的时候 专门写过一次 疫情期间 针对小微企业的七种工作建议 小微企业的七种工作建议 里面专门讲了 要学会管理 学会管理 管理管理的关键是 用确定性的能力框架 应对不确定性的问题 管理要管下限 管理就是 在我的手下干 再差也差不到哪去 只要我带这个团队 再差也差不到哪去 这是一个好的管理者 应该有的信心 同学们清楚吗 一个好的管理者 不是漫天的去讲目标 而是能够让团队有信心 至少完成什么 OK 我们上一节课呢 还讲了一个关键的知识点 这个知识点叫 目标要有三种状态 清晰有效承诺 就是我们刚刚讲了 所以目标要清晰有效承诺 最后呢 我们还说了一下 组织目标要清晰且简单 而且一定要强调时间 这句话 大家在工作中 今天在练习的时候 昨天在练习的时候 有没有印在你的脑海里啊 目标要清晰且简单 而且一定要强调时间 我在检查作业的时候 就发现大部分同学 作业里边都没有时间要素 一会儿我们就可以看一下 都没有时间要素 好嘞 这就是我们上一节课的内容 上一节课 我们不需要掌握具体怎么定目标 同学们能清楚吗 上一节课我们压根就没有教大家怎么定目标 也没有教大家目标定成什么样是合理的 我们只是告诉大家 目标的基本原则清晰有效和承诺 以及工作必须要从目标开始 没有目标什么都免谈 所以不用焦虑啊 咱们循序渐进 咱们上一节课的客户作业是这样的 再来看一下 第一步和你的直属上级请示沟通 未来一周最重要的三项工作目标 未来一周最重要的三项工作目标 第二步呢 将这三项工作目标抄送给直属上级确认 来 咱们现在啊 开始进入今天的作业点评 讲这个作业点评呢 我要先讲一下 大家在上一节课 对这个目标的一些困惑 同学们的普遍困惑 我的目标定的对不对 我的目标合不合理啊 我的目标是不是有效的 我的目标行吗 何老师我到底该怎么定目标啊 OK 那我现在呢 就可以给所有同学们 一个非常非常正式的回答 大家现在要重点听啊 你的目标定成什么样 都是对的 因为那个目标是你的 我作为老师是没有任何办法 帮你定目标的 我只能提醒你 定目标的时候要考虑什么 大家能理解吗 一定要跟我明白这件事 我们一定要达成这个共识 就是说 那么任何一个组织 任何一个团队 任何一家企业 定目标是你自己的事 你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目标 你就定什么样的目标 定目标没有绝对的科学方法 我来举个例子 马云说阿里巴巴要做102年 大家说这算不算一个目标 阿里巴巴要做102年 这肯定算一个目标对吧 但是呢 这个目标你说怎么算是合理的呢 你就想了 如果让你定这样的目标 你就会说 那我为什么要定102年呢 我定99年不行吗 我定100年不行吗 我定200年不行吗 人家马云想的就是 我就比100年多两年 我就跨三个世纪 这就是我想要的 我如果能让阿里巴巴达到这样的状态 我马云就是最成功的 我也不管别人怎么想 在我心中 这就是我认为最成功的状态 所以制定目标的时候 首先要考虑的是必要性 就是你想不想要这个目标 不是合理性 因为你定成什么样 都没法验证它是合理的 因为那个东西是面向未来的预测 比如说 我今年定3000万是合理的 你告诉我 怎么证明这个是合理的 你说我去年是2700万 所以今年增长10%是3000万 你认为这是合理的 那你就觉得是合理的 但我也可以说 你定这个目标不合理 为什么呢 因为你今年可能又有什么情况会发生 你怎么说它就是合理的呢 所以目标根本不是论证合理性 同学们 这儿能清楚了吗 我们一定要达成这个共识啊 制定目标的时候 首先要考虑到的是必要性 不是合理性 不是合理性 这块要跟大家反复强调的一个关键 所以我们其实在整个的管理课程中 接下来我们可能会做一件事 我们也在不断的了解我们的同学 未来啊 在上管理课的时候 我们分班的时候 我们会把那种有目标能力的人 化成一个班 没有能力定目标的人化成一个班 没有能力定目标的人通常是什么呢 通常是怕犯错误 通常是模棱两可 通常是左顾右盼 通常是瞻前顾后 这样的性格 这样的性格是做不了管理者的 因为管理者我们讲了嘛 管理就是要定事 你不要怕定错 你不要怕定错 定错也要定 关键是你得敢定 这个意思 同学们 所以一个人有没有目标 有没有目标感 基本上是区分人才的一个金线 大家以后在判断员工骨干的时候 基本上你可以通过 这个人有没有目标感 他内心有没有目标感 来判断这个人最终能成长成什么样的人才 有目标感的人 往往是团队的主心骨 因为他知道往哪走 他知道现在做的怎么样 大家同意吗 有目标感的人会成为主心骨 我们有的时候跟着一个老板干 为什么要跟他呢 因为他有目标 我们觉得跟着他有笨头 往哪笨呢 往目标上奔 就这个意思 怎么具体判断有目标啊 你看这些问题就会不断的不断的不断的出来 很简单啊 你问他你今年想要什么呀 你今年想要一辆车 还是想要一辆房 还是想要多少多少存款啊 员工说我也不知道 我觉得今年差不多就行了 这样的人那就干不了大事 这就叫有没有目标 能懂了吧 所以必要性讲的是内心想要实现的 合理性是去论证一定能实现的啊 我们讲目标首先要有必要性 你问一个员工想要一辆车还是想要一辆房子 想要一套房子 那要房子就合理吗 要车就不合理吗 没有 只有他想不想要 有的员工说 我啥也不想要 就想早点下班 这也行啊 这也叫他的目标 这个能懂了吧 目标首先要讲必要性 然后呢 我们之前的直播课里边啊 我们之前的那个食堂直播课专门讲过smart原则 这个给大家参考就可以了 大家不用太多的去按照这个来做 还是要把想要这件事给搞清楚啊 smart原则是可以作为参考依据的 你的目标定的怎么样 是不是清晰 所以他有五点 具体的可衡量的能够达到的相关的有实现的 这个大家可以回顾我们开年直播课的第一堂直播课 好 咱们现在啊 用了多长时间呢 咱们今天用了15分钟开这个场 把我们的管理知识再一次的去强调一下 同学们知道吗 很多时候我们在工作的时候摇摆 我们在工作的时候不坚定 是因为你内心的管理常识不确定 你内心的管理框架不明确 所以你会摇摆 比如说 目标来自于上级这件事 大部分同学在没学管理的时候压根就不知道 他经常是自己在那抠目标 抠着抠着突然上级找到他了 说你在干嘛呢 说我在定目标呢 你怎么定的呀 我定的这个 谁让你定了 你定的算吗 我让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哪是你自己定的呀 对不对 就这个意思 所以目标来自于上级 很多时候我们需要这样坚定的明确的管理常识 这才是学管理的真正的目的和作用 来咱们现在看第一堂作业 第一份作业 刘良霜在线吗 我先问一下 OK好 刘良霜的这个作业是经过调整之后啊 老板给他调了一版 然后呢 他自己又写了第二版 我们看一下目标一 因疫情影响 对城市公司节点计划进行调整 大家看看 这个目标一 目标二 目标三 同学们花20秒钟看一下 这个能算得上目标吗 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 也请同学们 梁霜哈 我们一起也请同学们说一下 能不能算目标 哎 好嘞 同学们都说了 不算 那个目标二啊 是我优化的 大家看看 这个算不算一个目标 目标二算 目标二是我优化过的 看看这个算不算了 三月六日前通知城市公司各部门 落实疫情社保补贴 社保补贴具体吗 不全 有的人说不全 对 有的人说落实是什么意思 特别好 特别好 特别好啊 社保补贴 社保补贴能不能执行 社保补贴能不能够成为大家工作中的标准语言 社保补贴 不能 对于人力资源的人来说 这个是可以的哈 这个已经是可以的了 但是同学们的这个精神很好啊 但是有人提出来一个问题说 落实疫情补贴 对 什么叫落实 是确保每个公司的人都完成了吗 还是把政策制定出来了 对不对 就这个意思 还是把这个社保补贴在下一个月的工资的时候就减免了 对吧 就这个意思 所以重点在通知吧 通知可以啊 只要通知到位就行了 但如果重点在通知吧 要确保每个各部门要怎么样 要反馈确认了 他们确实知道这件事了 哎 这个意思 所以呀 同学们真棒 很棒很棒哈 我只是把目标往前改了一下 梁霜在吗 梁霜这回能看清楚了吗 就这个意思 同学们已经基本上把问题给回答出来了啊 所以你现在呢 可以沿着你的这个理解 再把这个目标往前推进一下 比如说 城市公司各部门一共是多少个部门 有名单吗 如果没有名单 那你还要搞一个名单 OK 我还可以换一种说法 通知郑州分公司36个部门 在2月份公司发放的过程中 减免社保 这个就清楚了 然后确保每个员工都收到这个消息 这就是一个目标了 能懂了吧 就这个意思 所以目标要清晰 对不对 有效 要有时间 就这个意思 好了哈 这个作业我们就点评到这了 大家觉得可以吗 表述特别重要 有一句话哈 送给大家 你的语言呀 你的语言决定了你的思维 你的语言决定你的思维 如果你的语言是模糊的 说明你的思维是没清楚的 这个意思啊 好嘞 咱们往下走哈 第二份作业 咱们今天的问题特别好哈 后面的问题很好 时间可能会长一点 大家做好准备哈 第二份作业来自于持婷婷 在线吗 持婷婷在线吗 好 咱们不等了哈 在 诶很棒很棒哈 国宏新瑞在 目标一 客服主管及财务按揭专员 录用审批单开始签批 首先这个话 听不太懂啊 真的是听不太懂 所以以后这样的语言表达 要重新改 要说人话 要说的具体通俗 如果你觉得不知道 怎么样说的懂 马上问同事 一个一个问 这个你能看懂吗 这个你能看懂吗 所以这个就分开 然后我们在定目标的时候 最好啊 那个成果和受益者 经常是一类人 不要分成几类人 比如说客服主管 及财务按揭专员 分开 目标一就是客服主管 目标二就是财务按揭专员 这个能清楚了吗 目标一就是财务主管 目标二就是财务按揭专员 这样去定 第二个目标 完成新员工 培训 完成新员工 培训 及暖心 纪念品采购 来 我加了一个时间 大家看一下 我加了一个时间 三月九日前 我后面加了一个括号 叫到货 那个是不是一个考核呀 到货 因为你完成采购 万一物流不畅通 一个月之后才能来 那你这个目标 不就错了吗 是吧 采购必须是到货的 但是大家看看 这句话里面 有没有奇异呀 看看这句话 有没有奇异 完成新员工 培训 及暖心 纪念品 采购 有没有奇异 有吧 首先完成新员工 培训 这个就太大了 是吧 这个太大了 但是我在想哈 他是不是新员工 培训也需要纪念品啊 哎 这个要弄清楚 所以这个里边 也是两件事 不是一件事 咱们尽量是一件事 好不好 一个目标 一件事 一个目标 一件事 再强调一下啊 一个目标 一件事 所以 婷婷啊 如果说 你不能把这个讲清楚 你就会发现 一周之后 我的工作完成没完成 心里边自己也没输 自己也忐忑呀 啊 特别特别棒啊 真棒真棒 同学们特别好 给自己鼓个掌吧 这就是我们学习的价值 很多时候啊 就觉得这样的事还用学吗 然后你就会发现 你管理工作的时候 你自己说话都说不清楚 你的员工都疯了 啊 咱们往后做哈 第三份作业 郭喜军 哎 这个很清楚啊 这个感觉都有 你看 大家看一下 这个感觉都有什么呢 都有时间 都有时间 但是有一些时间 说的不具体 比如三月四日 十八点前 这是比较好的 三月五日下午下班前 这就有点啰嗦了 下班前是几点啊 不知道 啊 这个就不清楚了 对吧 这样的话要少一点 完成年度工作筹划汇报材料 这个太大了 我要掌握多少材料啊 还是要给你三份材料 还是怎么样 目标二 我们再看一下目标二的 三月五日十八点前 不需要说下班前 对不对 十八点前 完成年度销售计划方案 并汇报张总 大家看看 这个算吗 完成年度销售计划方案 并汇报张总 我们看看这个目标二优化的 有没有价值 从原来的年度工作筹划 拆分了 年度哪方面的工作筹划呀 什么叫审核呢 我先汇报给张总 那就叫审核了 至少有一个审核的可能性 OK 还行 谢谢老郑 老钟 郑金鹏 谢谢 还行 给何老师一个还行 可以 何老师很满足啊 确实因为我对大家的事不清楚 所以呀 我只能让大家自己把事想清楚 我们鼓励大家把事想清楚 就这个意思 同学们看看 这就是我们讲的日常管理啊 什么时候叫把事想明白 员工的执行力才能到位 大家觉得这样的东西 是不是我们自己团队的空间呀 咱们今年如果能把这些都改进掉 咱们的沟通就会越来越有效 咱们团队就会节省大量的反攻时间 无效的时间 扯皮的时间 是这个意思吧 继续往后啊 第四份作业 陈胜蕾 这个作业呢 就太专业了 这个作业就太专业了 我们来看一下 我就不点评了 树何老师没有能力去帮你写出更具体的 但是可以在过程中我们一起来聊一下 可以来聊一下 我就不在这个建筑专业上去 去这个直手画脚了 目标一 对接景观设计师 明确现场示范区范围及营造标准 这三个 这三个作业 三个目标 首先都没有时间 胜蕾一定要加时间啊 一定要加时间 都要有时间 比如说 哪天之前完成对接景观设计师 对接多少个景观设计师 对接哪的景观设计师 这个意思 然后明确现场示范区范围及营造标准 有多少标准 是不是心里清楚 比如说明确 明确三个现场示范区 每个示范区有两条标准 这个就清楚了 能懂了吧 三月十日之前 完成三位景观设计师的对接 明确两个现场示范区的范围 以及三条营报标准 这个意思 大概这个意思哈 我给你这个一样的一个建议 目标二 对接施工单位 明确现场交付样板 层及验收样板 层营造做法 要求进行工序 倒牌并上报 这个也是事多 大家能理解吧 事多 确实房地产的这个 这个应该是属于 工程管理 这个应该是属于工程管理 这一块 事多 好 我们回答一个问题哈 有同学这样说 说课上的目标 是不是太执行层面的 属于执行方案 或者称之为一线管理 或二线管理的目标制定 不管一线还是二线 都是有目标 我们今天的课程里边 这样的目标多一点 所以你先听 因为这个里边 我们同学们的目标 这样的目标是最难定的 咱们就优先找这样的 销售团队的目标好定吗 企业的目标也好定 那就是利润 不需要定别的 能懂了吧 所以安妮同学 希望你能明白哈 我们明天的课程 会专门讲目标的分类 好 第三个目标 胜蕾我就不讲了 我就给你讲前面的目标 首先呢 要告诉你 时间概念一定要有 第二个 目标里边的事 不要特别多 如果多 要用清楚的数量 去衡量出来 比如说营造标准有几条 否则你在执行的时候 你可能会特别慢 或者你执行的时候 可能也会比较的耗时 侯敬是第五份作业 他有三个目标 第一个目标是 本周六前 本周六前 招聘人力行政专员一名 并报总部审批 大家看看 这个目标有什么问题 这个目标有什么问题 本周六前 招聘人力行政专员一名 并招并报总部审批 来我们看看目标一 有什么问题 请同学们一起来点评一下 大家互相照镜子 时间节点不具体 时间还凑合 招到还是面试 特别棒 是招聘 发offer还是到稿 对对对对 就这个意思 审核的时候 怎么算你完成了这个工作 能懂了吧 怎么算你完成了这个工作 我们很多时候其实都是这样说话 最后呢 就是每天都在重复昨天的故事 同学们是不是这样啊 我每周都有招聘计划 每周都是招聘五个人 然后也不管时间节点 每周到结尾的时候都是下周再努力 是这样吧 哎呀下周一定要好好招聘 下周再努力 目标二 三月组织两次培训课程 确定培训师培训内容和时间 目标三 各部门二月绩效考核结果确认公布 这个都会有相应的问题 我们看目标二啊 三月组织两次培训课程 组织两次培训课程 组织什么样的两次培训课程 什么时间之前完成 三月组织两次培训课程 是必须开课吗 还是把方案做出来 这个意思 所以这些都是没法考核的 没法承诺的 没法考核没法承诺的 我们前面啊 咱们今天只讲一个特别简单的 只讲一个特别简单的目标 并没有讲很具体的说目标要怎么做 以及目标有哪种类型 因为咱们下一节课会讲 但是通过这件事 大家能看出来 我们在管理上确实上这个课是值得的 哪怕你只听第一堂课 你的员工一个月都能给你省很多钱 因为他不要花那么多时间去返工了 就这个意思 好吧同学们 这个作业啊 我们就点评到这儿 咱们用了小三十分钟 讲到现在 然后我们再强调一下 一切管理工作都要围绕目标展开 目标要清晰 有效 承诺 什么叫无效呢 什么叫无效呢 完成两个员工招聘 这就不叫有效的目标 因为他根本没法衡量有效性 什么叫完成招聘呢 这就就这个意思 所以说目标一定要有效 目标还要承诺 很多时候啊 我们的工作做的不好 是因为我们定错了目标 大家能理解吗 很多时候我们的工作做的不好 是因为我们定错了目标 我们的方向错了 努力错了 每天奔着一个错误的方向努力 那你的结果一定也是错的 我们还讲了组织目标要简单清晰 一定要强调时间 大家不要烦哈 目标的本质是一种评价 如果你想证明自己的工作能力是OK的 你一定要通过完成目标来证明 不要通过自己的论证 说你看我是多么优秀的一个人呐 你怎么优秀了呢 你是做了一百万的业绩 还是怎么样了呢 这个意思啊 短期目标也要承诺 目标都要承诺 养成这个习惯吧 手段可以不承诺 目标一定要承诺啊 养成这个习惯 不要怕麻烦 然后现在屏幕上的呢 提醒大家的是我们APP最近的现实充值优惠 这个呢 也是最近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我们最近还有两个训练营啊 都是新媒体的 新媒体的训练营呢 也是推荐 推荐这些缺少线上流量的 尤其是你的产品 可以直接通过线上销售的公司 一定要重视新媒体 好了 同学们 咱们现在开始 回答今天的问题 一共是五个问题 好不好 同学们开始了哈 如果你OK了 可以在评论区回复一下 如果没OK呢 也可以叫一下你的同事 咱们现在开始 回答问题 五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来自于王增宽 宽总在线吗 给我一个信号 王增宽 宽总在不在线 何老师您好 今年我要放手 一个骨干员工 做基层业务主管 因为第一次放手 让下面的人带团队 心里还有点不踏实 请问何老师 有什么好的提示 可以让我少走弯路呢 然后还专门在群里边 补充了一句 说 哎呀 我这个员工 其实是个女员工 生孩子了 如何平衡家庭和工作的关系 我先回答你后面 补充的那点小心思 我可以直接告诉你 工作和家庭 是没有任何办法平衡的 没有任何办法平衡的 只能怎么做呢 只能选择 但什么叫只能选择呢 我给大家一个解读 大家听一下哈 你要想清楚你工作为了家庭 工作为了家庭 还是工作为了工作 其实你就已经平衡了 就是说 你不要指望既工作 又把家庭照顾的很好 通常是不可能的 但是你要在你每一个阶段 有重点 所以你生孩子之前 你要保证你的孩子健康 保证你自己的身体健康 你可以适当减少工作 但如果你生完孩子了 如果你的家庭条件一般 你又希望孩子很棒以后 希望孩子有一个 很好的家庭环境 希望自己未来 有一个很好的事业 那你还是需要工作 所以家庭确实是我们的目标 但是我告诉大家 只是家庭这两个字 也不是目标 什么叫目标呢 家庭更幸福才是我们的目标 工作本身也不是目标 工作更好 赚钱更多 公司更大 发展更快 这才是目标 同学们清楚了吗 家庭和工作都不是目标 所以都不需要平衡 你要真正选择的是 让家庭更幸福 更幸福包括什么呢 包括你有更多的时间照顾家人 还是你有更多的钱给家人 还是你能让孩子的起点更好 这个意思 所以这些你都要去做选择的 如果你想有更多的时间陪孩子 那你就不可能有更多的时间工作 大家能明白了吗 不要简单的把目标定义成 为了工作还是为了家庭 你要想清楚 你要想清楚 我是为了家庭以后更好 还是为了我每天可以在家 这是完全不同的 就这个意思 所以我先把这一点解读出来 没有平衡 只有选择 然后选择都是阶段性的 大家能清楚吗 没有平衡 只有选择 选择都是阶段性的 每个阶段都要有你自己的人生重点 来我现在开始回答这个问题 把刚刚那个小的插曲解读掉之后 我们现在来真正回答这个问题 刚做一个骨干员工 刚提拔一个骨干员工 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这个问题的本质是这样的 王总的这个问题的本质是 如何帮助基层主管快速上岗 大家看是不是这个问题 我们拿到一个问题之后 我们快速的判断 这个问题的背后是什么问题 这个问题的背后是 如何帮助基层主管快速上岗 OK 那既然我们要帮助基层主管快速上岗 怎么办呢 我们得明白基层主管干什么呀 对不对 得明白基层主管是做什么的呀 这个意思啊 所以我们给大家几步哈 第一步 转变工作观念 王总啊 你要认真听 你希望你的这个基层主管 不管是生了孩子还是没生孩子 一定要明白 他接下来要做主管了 他不是一个人了 他要做主管了 他要为别人负责了 咱们在讲管理课的时候 专门讲过 管理是通过他人完成工作 管理是帮助他人成功 所以转变工作观念是第一位的 他再也不是一个人工作了 但是那些骨干员工通常不愿意改变他们的工作方式 他们的岗位是经理 思维方式业务员 这句话怎么解读呢 我跟大家说一下 假设我是王总的下属 我因为去年业绩不错 今年要做主管 但是我上班了之后 我发现啊 手底下的人都太笨了 哎呀 都没有我出色 就我最出色 他们都学不会我的方法 我怎么教都教不会 这就是最蠢的主管 这个最蠢的主管就是 听起来聪明 实际上内心非常蠢 因为他怎么样呢 因为他没有办法拥抱变化 没有在新的阶段转变自己的工作理念 他还是站在一个员工的角度 去对别人指指点点 一个好的主管要怎么样呢 一个好的主管 他要明白 他现在的目标完全不同了 完全不同了 他现在的目标再也不是以前自己工作了 他要帮助别人带领团队完成工作 那主管的职责是什么呢 基层主管的职责 我在这明确讲一下 基层主管负责两种类型的事 一种是研发型的主管 一种是销售型的主管 研发型的主管负责什么呢 负责品质和交付成本 比如说饭店 后厨就是负责菜品的品质 负责炒一个菜需要多少时间 这就叫交付成本 后厨的厨师长要给后厨的厨师培训 炒菜越快越香 饭店的效益越好 炒菜越慢越不好吃 饭店的效益越不好 基层主管就是干这个事的 然后还有一个是短期的销售额利润 这是前厅干的 前厅干嘛呢 前厅就是 让顾客点菜点得更好 让顾客吃饭吃得更香 让顾客买单更快 让顾客更喜欢介绍朋友来 这就叫销售型的主管 我问问大家 我再问问大家 人力资源属于哪个类型的主管 是研发型的还是销售型的 是前端的还是后端的 人力资源 有同学是销售 有同学是前端 都有是不是 对 确实都有 从公司的角度啊 人力资源是什么主管呢 人力资源相对来说 它属于是招聘前的那一部分 招聘前定义岗位 疏离岗位 盘点人才那一块 它属于研发型的 大家能懂吗 定义岗位 盘点人才 来写招聘的这个说明的时候 它属于研发型的 真正面试的时候 它属于销售型的 它要让人才来到这个公司 所以这个意思 人力资源也是能定很清楚目标的 好 咱们接着往下看 人力资源啊 咱们往下看 基层主管 基层管理者的六种技能 王总 你这个问题很典型 所以我回答的多一点 基层主管的六项技能 我反复的讲 所以你可以拿着 这一页的PPT去看看 你的这个主管 他在哪方面是OK的 是不是掌握了 比如说 他会做工作计划吗 这是我们第二期训练营 第二个模块会讲的 就配资源定目标做计划吗 他是不是会做计划 他是不是清楚 每个下属的长处 为什么要清楚 下属的长处呢 和大家说一下 做管理要通过别人完成工作 你只知道别人的短板 你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老板 你就用起来不顺手 越用越不顺手 所以为什么要用人所长呢 用人所长就是你要知道你员工的长处 你要把你员工的长处和目标结合起来 如果你总是用他的短处 总是发现他的长短处 这个人用着用着 他就没有自信了 然后你天天批评他改短处 天天给他培训 最后你就变成一培训公司了 大家能懂吗 我们做普通公司 千万别变成一家培训公司 所以在管理学上 有这么一条潜规则 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其实有一点点深了 有这样一句话 请大家认真评一下 叫什么呢 叫你是CEO 你不负责培养人才 大家把这句话写下来 你是CEO 你不负责培养人才 来听一下 你是CEO 你不负责培养人才 这句话非常值得反复的拒绝 你要负责什么呢 你真正要负责的是选拔人才 拿来就能用的 你如果CEO变成企业大学的校长了 那你就废了 CEO要想办法找到靠谱的老师 用最低的代价 把你的员工培养成会 而且要培养他的长处 不要培养他的短处 不要让你的员工变得什么都会 那样的话 你的员工最后也只能变成什么都不会 因为现实情况就不存在什么都会的人 要了解下属的长处 这是基层主管 第三件事要分配工作任务 我们会专门讲 不在这说了 激励下属挑战高目标 咱们课前的这个直播 咱们在开年的直播课也专门讲过了 激励下属挑战高目标 辅导业务 怎么定流程 怎么辅导业务 绩效反馈 咱们在整个训练营的第五模块会讲 所以基层管理者有六项技能 当你决定任命一个人做基层管理者的时候 你要拿着这六项技能去看看他在哪一方面是不够的 然后拿着这个去管理他的工作 让他具备基层管理者的基本能力 大家看看啊 做一个小兵容易吗 不容易啊 很多公司啊 经常是怎么样的呢 经常是弄反了 我告诉大家一下 很多公司经常是这样的 老板自己听课 我们现在也有这样的老板 就是他说呀 我自己先学学 何老师讲课我也不太了解 但是我自己先学学 学完呢 我再给大家讲 或者说我自己先学学 然后呢 如果觉得好 再让团队来学 我可以明确的告诉各位老板们 一把手们 一把手可以不学基层管理者 一把手也可以不学中层管理者 一把手最重要的是定方向 把自己要什么想清楚 然后不断的聚集资源 不断的招聘人才 让人才们去学基层管理者的事 很多公司弄反了 完全弄反了 对 基层主管的一天是什么 王总在吧 王总应该是在的 你要拿着这七个 拿着这七件事 让这个基层主管每一天 去对一下自己 是不是今天都按照这七点去做了 所以我们今天听课的同学都赚了 这个问题特别典型 大家可以拿着这七点 去看看你的每一天 是不是这么过的 向每个成员确认工作目标 帮相关成员做好优先级决策 检查每个成员的进度 抽查质量 观察状态 与遇到困难的员工 一对一沟通 帮助员工完成工作 向上级反馈进展和主要问题 那我们是老板的要求退票了 那退票 那你既然这么说的话 那就有点那什么了 也可以 也不是不可以 但是我希望你把这个票 退给你的员工 退给你的员工 哎呀 你看我这说句实在话 差点给自己的生意 也搞的这个 是不是 坚决不给退啊 只能退给你的员工 只能换票啊 可爱了 咱们接着往下讲 基层主管的一天 接着往下讲 所以我们要告诉大家一下 咱们现在讲的是 帮助基层主管胜任的第一条 是要让他转变观念 转变观念 他们必须坚信 帮助别人完成工作 才是他自己成功的观念 我们找到一个人 做基层管理者的时候 首先要问问他信不信 你问问他 带团队会让你变得更好 带团队会帮助你完成更高的业绩 你信吗 很多人不信 很多人也不需要 这个意思 好 咱们接着往下讲哈 第一步 转变工作观念 第二步 建立人际关系 这一块呢 我讲的就快一点了 什么样的人际关系呢 你要帮助他建立和你之间的关系 你们之间要学会换位思考 他和自己的下属的关系 一个基层主管跟下属的关系 要学会相互尊重和支持 可以不互相理解 因为员工很难理解你 但是你作为主管了 你应该有能力理解上级了 和客户和其他同事的关系 更开阔的视野和思路 不能只局限于自己的那点事 这一块不多讲了 我们就讲到这儿哈 这三点大家可以拿过去做对照 第三步 一个基层主管上任之后 我就给大家一个建议 一定要达成一个里程碑 如果达成不了里程碑 就说明没用 达成里程碑 他才算真正胜任 什么样的里程碑呢 最好是销售业绩 就真正特别特别重要的目标 达成一项业绩里程碑 基层主管 最后呢 我们再说一下 整个这个过程里边 还有一件事 就是提拔骨干员工 要注意哪些问题 送给王总四条建议 提拔骨干员工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 现实工作中 比选拔更重要的是激发 我们有的时候是喜欢选人的 其实你要用一项又一项的目标 来激发大家完成目标 在这个过程中看 谁是更容易出来的 所以记住了吗 不是简单的选拔 而是持续的激发 持续的给大家高目标 然后去看团队里边 谁是有这样的潜力的 激发人 这才是领导干的事 第二个 选拔人的时候 提拔骨干的时候 任命干部的时候 没有统一的胜任标准 没有完美的负责人 只有相对优秀和阶段合适 大家看看 这句话能理解吗 如果能理解 给我谷歌掌 点击谷歌掌按钮 我要看一下 有多少人对这句话是能理解的 选拔负责人 没有统一的胜任标准 只有阶段优秀 阶段合适和相对优秀 举个例子 假设你是销售团队 你要提拔一个总监 前一任总监刚走 前一任总监带团队 也许能完成三千万的业绩 然后你就会发现 现任总监只能完成两千万 没关系 他只要比别人能打 他只要愿意接受管理方式 他就可以做 所以不一定每一个人都是那样的 相对优秀 阶段合适 因为人才是流动的 是动态的 人才是资源 第三个 既要敢于用人 又要给人时间 就是当你发现一个人的品质是OK的 千万别轻易否定这个人的做事能力 我要跟大家讲一下 一个人的品质只要是OK的 比如他特别诚恳 特别有责任心 特别热情 特别善于学习 但就是结果不好 你要给他时间 第四个 人与人的成长速度完全不同 有些人是短跑冠军 有的时候你需要长跑健将 比如做客服工作 做客服工作 你就不能找销售的人来做 因为销售的人特别喜欢打单 每天都在冲刺 你要让他做客服 他烦死了 就这个意思 但是做客服的人呢 就喜欢慢书条理的 去把自己的工作给梳理出来 然后每一天都在看 今天还可以完善哪儿 这个客户有什么问题 帮您来解决 所以不同的岗位 需要不同性质的人才 有的人是短跑冠军 有的时候你需要的是长跑健将 第五点 不要重用太看重成败的人 这样的人往往能成不能败 但是在工作中 我要和大家讲一下 大部分情况下 我们都是在面临失败 不是在面临成功 不是持续成功 而是能够忍耐一个又一个的失败 能懂了吧 所以不要重用太看重成败的人 这样的人通常是往往成不了大气候的 好 王总 你这个问题我就回答完了 前面的那个生孩子平衡家庭的那个 我也回答完了 我说了 只有选择没有平衡 我们看第二个问题 宋有明 宋有明 他说呀 我和上级沟通下周三项目标 上级说不会给具体目标 但只会给年度目标和季度目标 我就跟上级说 那我规号好给你确认 上级说他不会给确认 只说没有资源可以要 跟领导强调了要目标一致 也不管用 请问何老师 这可咋整 这可咋整 大家说这可咋整 咱们一起来看看 领导说只会给年度目标和季度目标 阅度目标我就不管了 你怎么完成都行 那如果我是宋有明 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 意味着我这一个季度之内 我都可以随意安排我的时间 只要我的季度目标能完成 大家能懂了吗 意味着你的空间更大 当然意味着你的沟通能力 自我管理能要更强 很多大的人才 领导确实是不给他安排阅读目标的 更不会安排周目标 所以你见过哪个董事会 让CEO写日报 没有吧 董事会只看业绩 半年报 对不对 半年报 季报 年报 基本上这样的 董事会基本上只看这些 董事会不会让CEO写日报吧 所以这是一种情况 但是宋永明的这个问题呢 跟这个情况还不太一样 我们要跟大家讲一下 柔的时候领导说 只有季度目标的时候 其实你还是可以跟他拆分出阅读目标的 还是可以拆分出阅读目标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想想 我们怎么理解上级了 来我们看一下 上司的职责是什么 上司的职责是什么 咱们之前在课程里边啊 专门讲过这件事 上司的职责是什么 第一个职责 带领团队完成上级交代的经营目标 这是第一个职责 所以上级必须管目标 上级必须清楚目标 你问上级 如果上级没有目标 他目前不是一个称职的上级 第二个 为团队制定工作计划 也就包括了你们每个月做什么 他还要承担提升团队工作效率的职责 第三个 为团队争取资源 帮助团队解决问题 第四个 培养和选拔接班人 所以大家看到了吗 我们的每一个领导 我们的每一个直属领导 每一个领导都要有这四项职责 这也是我们培养管理者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能力 第一个 他要有能力带领团队完成经营目标 第二个 他要有能力为团队做计划 做计划 其中就包括目标 第三个 为团队争取资源 计划包括目标和资源 目标和资源匹配了就是一个好的计划 这个意思 还要选拔人才 所以有名你知道吗 当领导说不给你目标的时候 也不能确认的时候 那就意味着他不想确认阅度目标 但是你要跟他确认季度目标 然后你根据阅度目标可以调整你每个月做什么 根据你每个月做什么来调整你每天做什么 这是你自己有的权限 但是我更可能认为什么呢 是你的上级在这件事上还没有太大的耐心 所以你可能需要一点耐心 这个意思 来我们看第三个问题来自于王伟 这个问题啊 其实有点跑题啊 这个问题不是我们今天这堂课 应该讲的 但是既然提了 我们的助教发出来了 可能是王伟同学 在学习过程中表现比较好 助教发出来 那我就回答一下 我们是一家教育信息化企业 这个命题相对比较大 疫情期间很多项目无法与客户面对面沟通 请问何老师怎样有效推进项目 怎样维护和客户的深入关系 保证疫情过后项目顺利合作 是否有一些策略可以在疫情期间获得营收呢 以你目前的这个企业来说 你应该是绝对的凸币的销售型的企业 然后是卖解决方案的 教育信息化嘛 卖解决方案的 帮助一些培训机构 帮助一些学校 去提升自己的信息化管理能力 啊 可能是这样的一个业务 那我认为你现在只有一件事可以做 就是 当然你说的是营收嘛 啊我们先说这一件营收的事儿 就是给客户打折 或者提前让客户 在你这儿缴存年费 你可能会获得未来收益 然后你现在给客户打折 给你的老客户提前续费 这个是可以的 大家认为这一点是OK的吗 因为教育信息化企业通常收的是年费 啊 它是通常是这种 每年卖解决方案的这种年费型公司 所以你可以让你的老客户提前续费 然后可以少续费 可以交一些保证金等等这些 这是一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 多运营一些客户 就只能是你的收入降低一点 但是你要把你的未来的客户积累住 通过一些线上的方式也好 什么方式也好 多积累一些客户线索 然后一旦疫情过去之后 啊就赶紧的 所以这个时候 其实即便不能面对面 也要想办法突破一些什么呢 见面拜访客户的壁垒 比如说视频会议 还是有机会的吧 还是有机会的 还有一种办法 你现在如果能够帮助客户省钱 或者能够帮助客户赚钱 你就能够赚钱 不管通过什么方式 大家能理解吗 就是这个意思哈 你想赚钱 一定要能够帮助客户省钱 尤其在危难之际 或者帮助客户赚钱 如果你不能在这个时候 帮助客户赚钱 还是一味的让客户掏钱 那其实你就有问题了 你就要想想你的业务 这个意思 我就讲到这儿哈 因为我是一个创业者 所以我遇到这样的情况 还是有一定的思考的 对这样的公司呢 我们也是希望 他都能度过难关 但是外部环境再差 天塌下来 也是大家一起顶着 我们自己还是要把自己的事管好 不要老是慌慌疫情 该打电话打电话 该约客户约客户 该视频视频 该销售销售 我们自己总要过日子 我也可以和大家说一下 就虽然说是疫情 我们自己其实也是 整个业务一直在增长 疫情我们的业务 也是增长了一个历史的新高 但是这个呢 其实它并没有那么大的代表性 但我只想说 还是超出了我的预期 超出了我的预期 所以大家一起努力 不要太看重外部环境 因为毕竟公司太多了 客户也太多了 好我们看第四个问题 来自于金同学 金同学 您曾说陈春华老师 这是陈春华 陈春华老师 不是华老师 陈春华老师给我的建议是什么呢 管好别人的前提 就是管好自己 那怎样才把自己管理好了呢 感觉一直没有管好自己 所以在管理下属的时候 也不是很有底气 什么叫把自己管理好了呢 就是你自己每天应该做什么 你的职责是什么 你应该承担什么责任 这就叫把自己管理好了 你自己每天应该做什么 做什么事 从早到晚你应该做什么事 你自己应该承担什么责任 这就是管理好了 所以大家记下来一件事 管理者要面对的始终是目标和责任 大家写下来这句话 管理者要面对的始终是目标和责任 就是你在你的岗位上 你的目标是什么 你的责任是什么 这是管理者每天都要思考 就这么一条 那我们可以看看基层主管的一天 这就叫把自己管理好 咱们前面不是讲过了吗 你按照这七条去逐断的去看你的工作 是不是执行了 这就是要把你自己管理好 还有你要和你的上司配合 你要学会理解你的上司 这是我们之前的课程讲过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一页 怎么理解自己的上司呢 就按照这七点去理解自己的上司 你能知道上司的顾虑 你能知道上司的底线 不突破上司的底线 你知道上司的工作风格 然后配合上司的工作风格 这就叫管好自己 就是管好自己应该做的事 管好自己的目标和责任 包括主动和上司沟通业绩里程碑 坚持按照上司欣赏的方式工作 及时跟上司反馈进展 总能贡献超越一期的结果 定期汇报争取评价 这都叫管好自己 这就叫管好自己 对一个老板来讲 什么叫管好自己呢 永远有信心 永远有信心 按时发工资 这就叫管好自己 没别的了 永远有信心就是 你是公司的老板 你必须带领团队 让大家都能够相信 这件事是OK的 越过困难 按时发工资 这是底线 最基本的 你只要承诺了就要去做到 所以这些都叫 这就叫管好自己 真的 管好自己什么都开朗 很多时候我们说 这个员工真差 你反过来想想 你是不是招聘的时候偷懒了呢 你招聘的时候尽力了吗 你如果尽力了 这样的员工 你怎么会招进来呢 这样的员工招进来 为什么连续差三个月 你才反应过来呢 你平时干嘛去了 不还是你自己的问题吗 对不对 还是没管好自己 来 当然疫情除外 疫情我们要理解很多企业 很多老板 他们确实很难 像餐饮行业在疫情的时候 餐饮的行业在疫情的时候 基本上是负150%的 就是没有收入成本还要搭进去 进川总公司会不会压力很大 不大呀 不大不大 从我们公司离开的 基本上都会有一个很好的职业生涯 就是成长会很快 这是我敢保证的 行业里面应该也会有这样的 也会有这样的认识吧 好 最后一个问题 怎么又到王尾了 不好意思 我再看一下 最后一个问题 我看看这个问题来自于谁 注意会 大家稍微小休息一下 把这个名字改了 咱们来回答最后一个问题 注意会 这个名字还挺有特点 何老师 我们定了一个月的目标 并分解到每一个同事上 但是 当月没有一名同事完成 这种情况对团队的事情很有影响 但批评其中的一名同事 他会说 又不是我一个人没完成 长此以往 大家会觉得目标完不成 完成完不成都无所谓 这种情况该如何解决呢 来 同学们 我问一个问题 我问一个问题 一个月 目标没完成 这种情况正不正常 一个月 目标没完成 这种情况正不正常 谁说定的目标 就都要完成 哪家公司定的目标 能百分百完成 历史上就没有这样的公司 总会有完不成的目标 我们定目标 承诺目标 最重要的是 当完不成的时候 知道差哪了 来 把这句话写下来 当完不成目标的时候 知道差在哪了 这才是关键 知道差在哪了 我们在第二个模块 会专门讲这个 包括第三个模块 追进展的时候 所以大家别着急 这不是现在要讲的 你要知道 一个月的目标没完成 团队士气很受影响 这个时候你要做的就是 跟大家讲清楚 看定目标就比不定目标强 这是你要说的 我们至少知道 这个月还有没完成的情况 我们至少知道自己有差距 怕的是我们每天都过得很开心 但其实做得很差 我们连自己做得很差都不知道 我们现在至少知道自己是什么水平了 这就是定目标的价值 对不对 大家说是不是这样 定了目标之后 你至少知道自己是什么水平了 你不定目标 连自己是什么水平都不知道 所以这个时候的关键不是批评 而是引导大家分析 下个月我们怎么能提升 我们哪还有空间 我们怎么做能做得更好 我们下个月要完成目标 应该做什么 这个意思不是批评大家 然后目标完不成无所谓 很多时候这样的情况 还有一点原因 是因为你定了目标 但没有承诺 你定了目标 但没有承诺 没有承诺就是说什么意思呢 你在定目标的时候 大家这个月完成120万 这是一个目标 大家说好的努力 没有在开始就说明 完不成要怎么样 完成了要怎么样 比如说完不成 每个人要减少多少 完成了每个人要鼓励多少 这可能都没有 一开始就没有承诺 没有考核 所以我们讲嘛 目标的本质是一种评价呀 你看我们定了目标 我们至少知道自己是什么水平了 是不是这个意思 目标的本质是一种评价 然后我们之前的课程还专门讲过 如何激励下属挑战高目标 你看 第一个层次 帮助下属明确真正的个人目标 比如问想不想买房子 想不想今年买房子 想不想今年买一千万的房子 不断的问下属他真正的目标 激发他个人的动力 他会因此而克服很多困难 第二个 员工有了个人目标 然后跟他讲 你完成了这个工作 你的个人目标就能实现 怎么样 咱们一起干 第三个 你要担心 完不成 我告诉你怎样能完成 我不仅给你目标 我还告诉你怎样能完成 啊 第四个 在下属完成目标的时候呢 我们要提升他的执行质量 让他更有效 这就是不断的激励下属挑战高目标 我们其实之前的课程也讲过 大家可以再回头复盘啊 怎么样 这个问题回答到这儿 可以吗 同学们 因为这也是很大的一个问题 我们首先跟大家讲的就是 定目标的关键 至少是有了评价依据 不是所有的目标都会完成的 重要的是我们要知道 完不成 要严肃对待 要知道差在哪了 要兑现承诺 完不成要有代价 对 以上啊 就是咱们今天的课程啊 咱们不知不觉的又过去了 七十分钟 啊 七十分钟 大家收获怎么样啊 给我一点反馈呗 整个今天的这个直播课 加上昨天的那个第一天的课程 一切管理工作都要围绕目标展开 大家看看 是不是对管理的理解又更具体 更深入了 信息量有点大哈 学习最重要的是抓关键 同学们每一天的课程 最多抓三点你就赚了 不需要抓特别多 三点就赚了 咱们看看 咱们看看咱们的课表 咱们现在已经完成了三天的课程 一切管理都要围绕目标展开 和上级梳理日常工作目标 然后点评答疑 咱们明天明天晚上九点 讲如何区分经营型目标和管理型目标 明天的直播课只回答一个问题 工作中的目标那么多 到底什么才是最重要的目标 到底怎么管理我的目标 怎么区分我的目标 好不好 这是我明天晚上的直播课 好 最后我们再做一个小动作 大家一起点击右下角的鼓掌按钮 我们冲到三万下课 好吧 一起啊 配合我一起冲到三万下课 然后我们首页呢 上新了一个免费课 就是我们限时免费的哈 那个工作日报的那个免费课 啊 然后大家如果没听的可以去领取一下 限时免费哈 有没有同学在配合我啊 咱们一起冲到三万 点击右下角哈 我看看 哎呀好像难度有点大呀 是不是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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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活动身心了啊 我也喝口水 挺开心的 这是还是觉得管理能特别帮助到大家 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啊 我自己工作十多年了 然后刚工作的时候确实是觉得当时如果有这样的课程该多好啊 当时呀啥都没有 08年那会儿网上哪有这些课呀 只有那种特别贵的考证的课程 什么清华北大的总裁班 然后不讲这些东西 回来还是不知道怎么工作 想进生 想加薪 也不知道从哪开始 反正每天就是玩命干啊 好 谢谢同学们 特别棒 到了 手都点麻了 是不是 赶紧休息一下吧 赶紧休息一下 靠劳一下自己 听课完了之后啊 整个人会特别的充实 就再也不空虚了 一会儿你就可以在整个家里边大笑 对不对 懒洋洋的 他在那怎么样都可以 因为你过了一个特别充实的晚上 你今天晚上有收获 记得管理是通过他人完成工作 无论学什么 都要用在员工身上 谢谢大家 多给我一万掌声 感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